我是徐宝輝博士 我的專長是保健食品的研發 而苦華專利定序19塊 是我這10年的研究成果 與大家分享的 蛋白質最小的分子是胺基酸 有兩個以上的胺基酸所組合成生態 排列不同 它的結構跟性質就不同 而苦華當中特定的19塊胺基酸 所組成的生態片段 這個生態片段經過我們的研究 為當中表現最佳的成分 我們後續是針對這個結構 持續的研究 發現這個專利定序19塊 為罕見A接而在瘦土的天然 它作用非常的快速且非常的直接 目前是瘦訴求穩堂的相關訴求的產品 作用機制接非常的進階 表現接不好 我們跟權威單地位合作 十幾年間開始有千種以上的植物 分成數千種以上的植物片段 去做親和力的研究 結果發現苦瓜具有相當良好的潛力 當中裡面的特別的結構 就是專利定序19塊的成分 市售反應非常的好 因而備受市場的矚目 市售苦瓜裡面的特殊成分 例如說苦瓜皂乾跟苦瓜素等 它的研究也非常多 但功能並不突出 每日要靠這些成分達到建議的劑量 皆有其難度 那針對專利定序19塊的部分 主要是我們經過製程不斷的修正跟研發 大幅度提升專利定序19塊 在苦瓜裡面的含量跟濃度 因此可以減少建議劑量 並保有相應的功能 所以須確認 產品類是否含有專利定序19塊才有保障 跟市售產品最大的就是結構的不同 專利定序19塊為航艦 可以直接作用在拔點的天然物 打開糖分通道 啟動一連串的反應 唯有此結構才能發揮相應的效果 那市售大部分的苦瓜萃取 經過我們定性跟定量的分析 顯示接不含有這個19塊這個成分 而市售還有分子量超過1萬 或者是完全水解的苦瓜生態 皆沒有足夠的試驗去支持它後續的成果 那依據我們的研究 這些產品甚至應用到5倍以上的基量 也沒有相應的成果 那目前僅有專利定序19塊 經過完整跟多項的科學驗證 那專利定序19塊包含它製程跟結構的專利 目前共19張專利 目前市售其他產品沒有相應的專利 而且專利定序19塊 在與或國內外的發明獎 包含世界三大發明獎跟國家創作發明獎等 那在科學試驗上 專利定序19塊已經完成兩項的IRB的試驗 皆確認它的成果 那在國際期刊上 專利定序19塊目前已經發佈 筆篇的權威期刊 分別是農業與食品化學 食品化學 營養素等知名權威期刊 那苦瓜專利定序19塊的研究 主要是針對它蛋白質的分離分析跟鑑定 皆具有相當的難度 尤其是當針對體內的研究更為複雜 特別是需要鑑定關鍵的成分 對於許多重要的因子的研究更是礦日費時 而當中要從其中找到實質有親合力的特別結構 更需要投入大量的專業的能力跟設備 才能完成前期的研究 那在實驗室完成初步的試管研究之後 我們再投入動物實驗 觀察動物體摄入苦瓜生態後的反應 並針對特定的生化因子進行分析 確認關鍵定序的食酒菜成分 在動物體內產生的一連串的反應 以及長時間使用對於動物生理因子的影響 那這些研究 我們皆發表在國際的知名期刊 在農業與食品化學延續獲得兩年的勘載 那在過程中我們經過不同模式 以攝取方式的反覆驗證 得到最佳的比例成分 和專利的定序食酒菜 再以相同劑量跟模式 在外部單位進行再次的驗證 在動物試驗完成之後 我們下一階段的進行實際的應用 我們跟國內的權威單位進行長期 有關相關問題的族群進行研究 在不影響其日常生活作息跟飲食的狀況下 我們持續三個月給予專利定序十九胎 結果觀察到非常令人振奮的生活 我們後續再更進一步 跟國內民間單位進行大規模的測試 同樣持續三個月給予古瓜專利定序十九胎 也觀察到相同的應用潛力 專利定序十九胎為 經過完整試驗驗證的保健食品 使用後沒有不良的副作用 民眾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但患者建議須跟諮詢過醫生後 才能開始服用本產品 那經常外食或飲食過量的族群 以及愛吃甜食飲料的人 或身體經驗不佳的都可以使用 不論是年輕人 或者是飲法族群的保養都非常的適合 那每天只要建議劑量 只要兩顆的保養 都可以達到相應的成果 那一樣早晚飯前半小時 搭配飲水去使用一顆 就可以達到我們日常的保健效果 專利定序十九胎為 罕見 唯一可以結合在拔點的天然物 為極具潛力的保健成分 請認明還有專利定序十九胎成分 及相關專利獲獎的產品 才有保障 請認明